第17题 一辆汽车沿直线行驶 其位置X与时间T的关系如右图所示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这个HT图是一条斜直线 所以我们知道 他做的是一个等速度运动 那么选项A 此车在做爬坡运动 爬坡的时候通常比较不容易做等速度运动 但是不论如何 重点是我们从图上面只看出来 他在做直线运动 而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在爬坡 所以呢我们的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从第二秒到第四秒间 汽车行驶了两公尺 第二秒撞过来位置是一公尺 四秒撞过来位置是两公尺 所以他总共走了一公尺 所以他并不是走两公尺 选项B呢是错的 选项C 在第四秒时汽车的速度是每秒两公尺 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图上面 做的是一个等速度运动 随时随地的速度都相同 顺时速度会等于平均速度 那我们会算的是平均速度 以四秒为例的话 那我们经过了四秒钟 我们走了两公尺 所以速度是我花多少时间走了多少的位移 我花了四秒钟位移有两公尺 所以我的平均速度呢应该是每秒0.5公尺 那么因为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平均速度会等于顺时速度 所以四秒的速度就是每秒0.5公尺 选项C是错的 那么选项猪说 第六秒时汽车的速度是每秒0.5公尺 是对的 刚才讲过了 我们这是一个等速度运动 平均速度等于顺时速度 随时随地的速度都相同 所以刚才算出来的平均速度是每秒0.5公尺 所以就表示每一点的速度都是每秒0.5公尺 第十七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 租第六秒时汽车的速度为每秒0.5公尺